国际和平研究所和军备竞赛仍在继续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6月19日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6月18日发表年度报告 对全球军备解除武装以及国家安全的现状作出评估 这份报告指出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朝鲜、印度、巴基斯坦和叙利亚这九个国家 共拥有大约14465件核武器 总数较去年有所下降 这份年度报告公布两点重要研究结果 其中一项是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在开发新的核武器系统 并对现有系统进行现代化改造 报告提到中国正在推动改进其核武器运载系统 并在增加军费的同时扩大了军备 报告援引该研究所理事会主席杨 埃利亚松的意见表示 重新聚焦核威慑战略令人担心 世界需要核武器拥有国家明确承诺实现有效的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去核化进程 美国圣汤姆斯大学国际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叶要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从目前的军事格局来看 这九个国家的军事竞赛不会停止 他说除非所有国家达成共识 当然这是比较乌托邦的思考 假设大部分的国家之间已经达成和平共识 我们不需要靠武力来保卫自己 我们可以通过去核化或去军事化的行为来维护世界和平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还说 在需要增加的情况下 和平组织的外派人员数量继续减少 而理由是因为联合国维和机构的外派工作不安全 还有就是美国政府大幅削减联合国的维和预算 那么中国作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军费支出大国 是否会代替美国成为联合国维和费用的主要承担者呢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认为 这样的可能性很低 他说第一 美国实际上不会撤出原本承诺的兵力 因为这和美国的利益息息相关 即使按照特朗普总统所说的美国优先政策也不能 第二就是中国到底有没有投放兵力的能力 中国其实在远洋投放兵力的能力非常有限 因为中国军队在海外没有基地等军事支撑 这样投放兵力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而且中国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从来都是靠经济 靠武力的方式解决争端 中国应该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所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